大家好,欢迎收看马面书Online 续上回双脚八分音符与十六分音符的巨型练习后呢 再来这篇,我们要将上回的巨型组合在一起 变成八分与十六分音符的交替 这部分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双脚在交替的时候的速度掌握 因为速度不同,要确定交替时 双脚都是用同一个动作及踩踏的力道完成的 在开始的阶段呢,先放慢速度 让每个音符的大鼓动作跟右手height的动作对整齐 不要变成双手去追大鼓 或者是变成是双手在等大鼓的状况 接着,请看影片的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让他开始的阶段是个很大的禁忌 甚至我觉得 这样的行为是在破坏日后身体演奏时的平衡 要记得 并不是只有双脚在动作 还有你的双手也需要动作 这也就是为何这两篇并没有太复杂的乐剧原因所在 好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呢 请点个赞 并且下影片分享出去 旁边刷LINE 下回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